17日下午3點多發生在北濱美輪溪出海口高中男生落海事件 在18日持續進行搜救作業 而失蹤高中生的爸爸媽媽也來到現場 聲聲呼喚希望孩子趕快回來 而目前海巡和消防人員出動了小艇和快艇在擴大搜救當中 但是因為海底的凝沙很多視線不良 增加了就業的困難度 而消防人員表示說現在慢慢退潮了 他們會加緊腳步繼續來救援 在昨天17日下午3點多 4名高中生相約到花蓮北濱公園玩水 其中一名陳信男同學不慎溺水失蹤 警銷出動海路空搜就一整晚 這名男同學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父母更是心急如焚 站在岸邊呼喊自己的兒子 心碎的呼喊就是希望能夠傳回好消息 但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花蓮周邊的海域浪況不佳 不但有大浪還吹起8到10級的強震風 再加上距離消波快有拉力及推力 不好搜尋 海底泥沙很多視線幾乎是零 讓搜救行動更加困難 目前也派出直升機盤旋在海面上 潮汐慢慢在退了 那我們針對退潮之後 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消波快下方的狀況 港銷、花蓮消防隊、海巡署、空勤、紅十字會等民間團體 近百人聚集 陸海空聯合搜救 希望把握旁近72小時 儘快找到這名失蹤的男同學 儘快找到這名失蹤的男同學